无力失误 这是造极重的罪业 所以读到这个经的时候 我们恍然大悟 自己过去慎重 现在慎重 每修佛之前造作许许多多的罪孽 不怕 只要真正参为 真正改过 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决定得神 决定成就 无力失误临终 决定是地狱相显现 终火举止 地狱的现象是一片火海 而能以称名故 顿利益忘祸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把阿弥陀佛忘掉 但是很容易忘掉 为什么呢 惊吓 一惊一下了 佛号就不见了 那就很麻烦了 就到地狱去了 这平常我们要练这个功夫 什么样的灾难的灾难心情 不惊不不 心事定的 这个人决定 我是 受不了惊吓的 很多很多 这一惊吓就跑到山土去了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事情 所以佛号不能不抓紧 一天十年都可以 养成习惯 我在99年 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美国 那些年 每年我到新加坡 将近一个月 到澳洲将近一个月 在台湾有两三个月 在美国加拿大 大概要住半年 那么在新加坡 提倡的十年法 就是十句 我常跟同学们讲的 早晚念词 吃饭的时候 三餐饭三次 我不念供养粥 这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十年法 吃饭 工作的时候 上午上班下班 下午上班下班 一共九次 每一天一次都不去 这一次顶多两分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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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生活好 很容易 养成习惯 它起很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 临终时能够帮助你提起 不好 很容易提起 遇到 这个一切四顿的时候 他不会想别的 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有把握了 甚至在梦中 作无梦 作无梦的时候 也能够念阿弥陀佛 无梦离开就没有了 这就是在紧急关头的时候 你决定用得上 一心向着福 一切时 一切处 都是用这个一心 所以我们要练 练什么 看一切人 是阿弥陀佛 看花草树木 也是阿弥陀佛 看山河大地 也是阿弥陀佛 就是 不齐咱年 无论 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他齐的 统统是阿弥陀佛 这句佛好 这句好 这个样子 才能跟离心相应 例如真心 决定用真心 真心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 阿弥陀佛 辟致佛 菩萨都断不掉 所以我们只要 学一个 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不知足 不分别 这两种叫粗活 不起心不动念 那是微细的迷惑 微细的 这个迷惑能断 往生极乐世界 是 舍暴徒 粗活能够断 往生极乐世界 是方便 忧郁徒 每一段的 是凡生同居图 每一段的 一定要念 要练习 就是时时刻刻 我们都能把佛号提起来 不再大妄想 不再想别的 想别的 全是造轮回也 善思 善善道 沃思善善道 总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是 不能不谨慎的